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胡子老爸 自从我5月1号开始获利之后,现在已经是整整一个月了 现在是6月头了 好,今天我们就来公布我这个月的收录 相信很多在看我视频的朋友都在努力的像1000订阅和4000小时努力 大家很好奇啊,一旦过省之后像我这种幼儿园小班级别的YouTube频道 到底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开通获利的时候我的订阅人数在2300多了 然后我是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差不多 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来做视频 然后现在是通过了获利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我这个幼儿园小班级别的频道 这第一个月的收入够不够我的买菜钱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数据 我这个频道差不多现在每天的话是2000多次的观看支持 四十八小时的话是5100次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5月份 5月份的总的观看次数是103344次 然后差不多最高点的话是5月23号 5月23号的话这一天里面有6621次的点击率 然后5月份最低的话是5月10号星期天 星期天的话这一天的话是1430次的点击率 平均的话都在2000多一天左右 好,这就是5月份的点击率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5月份的观看时差 5月份的总观看时差达到了191519 然后最高的一天的观看时差达到了12037分钟 然后最低的话最低的一天是2603分钟 这就是5月份的观看时差 好,我们来看一下5月份的获利点击次数 就是说不是说每个每个视频都能就是获利 只有大家如果看到我广告了 而且的广告播放时长超过30秒之后 它才能算是获利的播放次数 我是5月份一共是19万次的点击率 19万次点击率差不多 19万次点击率里面只有47,112次是获利的点击率 差不多是四分之一这样子 四分之一就等于说是每四个人 差不多是每四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看了我的广告 我们来看一下点击次数 5月1号第一天开始获利是194次的获利点击次数 这是5月份最低的应该是 然后看下最高的一天 最高的一天是5月23号星期六 最高的一次的获利点击次数是3168次 这是最高的一次 我们来看一下每个国家每千次展示费用 每个国家的展示费用是不一样的 就是CPM美国的CPM是最高的 是4块8毛4美金 就是每一千个人如果看我的视频前的广告的话 我就能得到4块8毛4 就是每千次展示率 然后就是加拿大是3块6毛6 台湾是3块5毛1 就是中规中矩 香港的话也是2块8毛4 然后就日本日本是2块5毛3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就比较低一点 马来西亚最低的就是只有1块5毛3 这就是每个国家的CPM 因为每个国家看到的广告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在美国的话会看到美国 在马来西亚的话 基本上会看到马来西亚的广告 就是说每个国家的广告公司 给的这个每千次展示费用是不一样的 好我们来到重点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月的收入 到底够不够买菜钱 这就是5月份一个月的收入 95块9毛1美金 这就等于说是每 差不多每天的话是3块钱美金左右 每天3块多一点点 我们来看一下 最低的话应该就是5月1号 5月1号的话 第一天的收入是6毛4分美金 然后我们来看最高一天 最高一天就是5月23号 就是6块9毛5美金 如果按照视频来计算的话 我的话5月份一共是发了8个视频 8个视频差不多 我做一个5分钟的视频 差不多会用到一个小时左右 就是差不多拍摄和剪辑的话 差不多是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8个视频 就等于说是一共5月份 用了8个小时来开设视频的制作 按照这样的话 95块钱除以8的话 差不多每个视频能拿到11块钱吧 差不多就是每一小时的工作时长 12块钱 差不多11到12块钱 就是说等于说我拍一个视频 花一个小时间 差不多可以得到12块美金 说高也不高 说低也不低啊 然后我95块钱的话 在我生活这个城市 比利时的话 差不多一个星期的菜是足够了 95块钱 如果是两口子的话 就是两夫妻 小夫妻两的话 差不多可以买两个星期的菜 如果是一大家子的话 差不多95块钱买一个星期的菜 也是够了 就等于说我这一个月的钱 购买一次菜 好了 这就是我5月份 第一个月的youtube 视频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数据 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的人的数据会多一点 就是观看次数会多一点 有的人少一些 大家可以拿来做参考 好了 我是胡子老爸 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订阅 点赞 加分享 要看我广告 拜拜 嗯哇 嗯哇